去年5月,小李在杭州爱丽雅国际医疗美容医院做了鼻综合和脂肪填充两项手术。 他说现在术后觉得鼻子和脸部都不自然,人也显得老,和医院没协商好不说,自己还被市场监管部门叫去配合调查了,感觉很不好。 小李之前做网络主播,他说自己的鼻子注射过玻尿酸,扇根比较高,感觉不太自然。 而且因为经常熬夜,脸上有些皱纹。 在杭州有一次我燃车车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就是好像是爱丽雅的工作人员,他们给我推荐说他们医院就给做这个,然后我当时也是有这方面想法,然后就过来这边,然后就去面诊。 然后他给我看了他们的案例,我都觉得就不太适合我,我也说了如果说做不好我不做,我说没有必要,暂时。 然后那个他们就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就是承诺我,绝对能做好,做到我满意。 鼻松和和脂肪填充两项手术,小李一共交了四万块钱,可手术后他觉得不满意。 鼻子是有点异形,就是而且前面凸出来,凸出来都快支破了,而且山根这里还是这么高。 面部填充,就是本来我是因为之前经常熬夜工作问题熬夜,就是脸上有法令纹还有泪沟,然后想填充一下,就是让状态好一点。 结果填充完之后,整个人就是,就显老很多。 小李找到医院,希望退款,但对方只能给他修复。 这家爱丽亚国际医疗美容医院,在中华前唐航空大厦二楼。 董院长说,给小李做手术的是医院的王医生,有相关资质,但现在已经离职,自己也看过小李的鼻子。 这种事情来讲,其实说白了,更多的是审美的问题。 因为现在来讲,我们觉得首先从医疗上,我们直观来判断,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医疗事故,或者说是明显的说做歪了,或者是怎么着了。 可能只是高度上,就美感上,大家可能没有统一起来。 本身整形它不是标准产品,它是一个个性化的需求产品。 这个肉眼都可见的东西,之前我就是做主播,就靠拍照那些东西的, 现在没办法拍照,没有办法,完全没有。 而且只要上镜,只要拿开手机,正常看都看不了。 半年没有拍照,一直都很自闭的。 小李说,再做一遍手术,自己还得等半年恢复期。 而且1月9号,她还接到了杭州市江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击查大队的电话, 也让她对爱丽亚不信任了。 说我涉嫌参与传销,因为我之前跟他们签了一个协议, 就是签了那个协议的话,就是能享受优惠嘛。 什么协议? 就是合伙人的协议。 什么优惠? 就是7万多的话,就是可以优惠,然后4万多做这个项目。 后期如果再带人的话,就是可以我进行一个返线, 然后再做项目又有优惠。 这个是当时我们的一个促销方案, 这个项目的价格当时是低于市场平均价的。 当时我们提到了一个客户转介绍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当时这个后来也是工商这边说, 你们这个机制可能会存在着这个涉嫌非法传销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跟工商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那这个事情目前已经是处理了。 这个促销方案目前已经截止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就没有这样的促销方案了,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为了充业绩嘛,出了促销方案。 董院长说,小李专门从金华赶来处理整形的事, 自己也让工作人员给他订了酒店,愿意再谈谈。 但小李提出的赔偿金额,院方没法接受, 而且还在大厅干扰医院正常营业。 目前小李把情况反映给了杭州江甘区卫生健康局, 而且对于爱丽亚国际美容医院是否涉嫌传销, 相关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